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10-11赛季,西区决赛第四场 独行侠与雷霆站至延长赛最后一分钟 Jason Kidd固定交球给Nowvitzky后留至右翼三分线外 德国人在吸引三人夹击后回传Kidd 后者做出投篮动作 彼时飞天遁地无极限的Westbrook 拍马杀制,试图封盖 然而,他失败了 Kidd用一个假动作四辆拨千斤让过了Westbrook 随即三分出手,一箭传心 108-105独行侠领先 随后的40.3秒 他抓下两个后场篮板又罚进两球 稳稳将比赛收入囊中 至此,独行侠在末节胜5分钟时落后15分的情况下 完成大逆转 在切萨皮克能源中心连下两成 大比分3-1领先 系列赛大局一定 逆转的手工之陈自然是末节12分的Nowvitzky 但在最后时刻命中关键球的 却是已经38岁 而且素来不以得分见长的老组织后卫Kidd 他在本场比赛最后一分钟的表现堪称完美 他审时夺势骗到了Westbrook命中三分 而在此之前 正是他的抄劫造成了KD的失误 整个系列赛 他的场均抄劫为惊人的3.4次 20天后 Kidd会随队在总决赛击败不可一世的热火三王 捧得职业生涯首座总冠军 那么这个38岁的老头 这个独行侠的组织核心和外围防守核心 到底拥有着怎样的职业生涯呢 今天让我们进入Kidd的篮球人生 Kidd出生在旧金山 长在奥克兰 和长得4岁多的Gary Payton 从小一起打球 时过境迁 我们无法确定他从Payton身上 学到了多少防守技巧 但论起NBA组织后卫的防守能力 这二人只怕都能名列前茅 大二时打破加州大学校时助攻记录的Kidd 在赛季结束后参加了选秀 并于1994年选秀大会上被独行侠选中 新秀赛季的他 以场均11.7分 5.4篮板 7.7助攻的数据 以号称Jordan接班人的当季探话秀 Grant Hill 共享了年度最佳新人 在达拉斯 他和同队的Jamal Mashburn Jim Jackson 因为姓名中都带有J而被称作3J组合 却因同时与女歌手Tony Braxton有染而分崩离析 北交一至太阳的他在凤凰城待了四个多赛季 却连续三年遭遇首轮游 99-00赛季 他随太阳借Duncan重伤报销之机 迈过未免冠军马刺 却在西区半决赛 1比4赋云胡人 那一年正是胡人王朝的开始 然而Kidd想不到的是 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被OK组合 扼杀冠军梦 00-01赛季又一次首轮游之后 Kidd在2001年夏天被交易至篮网 凭心而论 太阳时期的Kidd并不是球队最出色的组织后卫 他身边有着另一位Jordan接班人 Anfernee Hardaway 但来到篮网之后 正是担当球队老大的他 迎来了史诗级别的腾飞 01-02赛季 篮网不仅交易来了Kidd 还在选秀大会上弄来了13号秀 Richard Jefferson 他们二人与前一年就一位选中的状元秀 投篮命中率59.5%的恐怖数据 带队横扫了篮网 Kidd场军贡献20.8分 7.3篮板 9.8助攻的准大三元 然而终究无力回天 02-03赛季 卷土重来的Kidd 以职业生涯单击场军最高的18.7分 帅篮网打出东区第二的战绩 除了在季后赛首轮面对老朋友Pitton 率领的公路时 遇到了一些麻烦 Kidd在随后对阵塞尔提克和活塞的比赛中 均以横扫的强势表现过关 连续第二年杀到了总决赛 也许直到这时 世人才意识过来 这个光头组织后卫的带队能力有多强 虽然二度征战总决赛的Kidd 又一次败下阵来 但对手毕竟是强大的Duncan 后者在西区半决赛亲手终结了无人王朝 而总决赛篮网阵中 Keyn Marden的表现令人失望 他仅以34.3%的命中率 场均砍下14.7分 并在第六场23投3中 目送Duncan打出21分 20篮板10助攻 8分盖胆 准大四席 Kidd这次系列赛的场均19.7分 是全队最高 然而再一次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 Kidd在拒绝了马斯的追求之后 与篮网续约 但一直不温不火 虽然04-05赛季 Vince Carter来头 与Kidd Jefferson组成三架马车 但也未能带领篮网取得突破 于是07-08赛季中断 他重新回到了独行侠 虽然不再担任球队老大 但转而安心辅佐Novitsky的他 也卸下了进攻的担子 而将球队的组织和外线防守 扛在了肩上 并在10-11赛季随队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赛季后赛的旅途中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季 杀人诛心的三分外 Kidd其实早在首轮 面对拓荒者的第一场 就已经露出了猙獰面目 他当场比赛14投9中 其中包括季后赛 生涯最高的6G三分 正是他的远射 唤醒了前三节 仅得10分的Novitsky 并在末节用一次次传球 帮助德国人 大发神威独侃18分 带队取得开门红 到2013年夏天 Kidd退役时 他已经是历史助攻榜 和超节榜双料第二名 仅次于知名铁人Stockton 所以当我们提到Kidd时 不可避免地要提到 他那无与伦比的组织 防守和球伤大局关 早在Kidd还在大学时 他的教练Lo Campanelli 就对他的推快功能力 表示惊叹 Kidd在大20的272次助攻 不仅打破了校史记录 甚至还创造了全美记录 他的眼里似乎没有篮筐 只有队友 他少年时的成名绝技 是抓下后场篮板 然后闲没急走 突入内线传给队友 年岁欲大 导致运动能力下降 他在抓下篮板后 更喜欢直接甩出长船 生涯初期在独行侠 他如同大学时期一般 飞速推着快攻 转投太阳后 他逐渐落入阵地 只会跳投 来到篮网后 他是球队唯一的组织者 无论是为球给内线的Martin 甩长船给快下反击的Jefferson 还是找到跑出空位的外围射手 他都闲停信步 Kartner到来后 他逐渐分出了球权 自己反而去在无球跑位上下了功夫 在独行侠的夺冠赛季 他已经跑不起来飞不起来了 但当他站在 视野最宽敞的湖顶中路后 他总能将球送至空位队友手中 一直以来 Kartner变的是传球方式 不变的是助攻效率 自95到96赛季以来 他连续16个赛季 场均助攻超过8次 期间斩获5次助攻王 他有15个赛季助攻率在35%以上 其中更有10个赛季超过40% 他可能没有跨下远球的目眩神迷 也没有闪电工匡的寂静四座 但他精准的传球手法和宽广的视野 让他在NBA的大舞台 傲然屹立了19年 只是因为他把全队进攻梳理得紧紧有条 才会让人忽略 抓到篮板后迅速抬头 然后精准制导前场的队友直接上篮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在退役时 全能的Kid是NBA历史后卫中 抢下篮板最多的球员 同时他的107次大三元 也是当时的历史第三 他的防守同样恐怖 不仅是因为他曾入选过 四次年度第一防守阵容 和五次年度第二防守阵容 更因为他的防守并不像 Iverson Westbrook这样的赌博式抄劫 哪怕是老年期 虽然时光让Kid的速度逐渐变慢 但他仍然能够以出色的预判力 和一双快手笑傲风云 夺冠赛季对阵胡仁和雷霆的系列赛 每逢最后时刻比分焦灼时 Carlyle总会大手一挥 派Kid去对位Kobe 甚至是身高必长的KD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38岁的Kid 时刻稳稳地跟住Kobe和KD 时不时伸手进行干扰 让这两大顶尖得分手苦不堪言 因为Kid在防守时几乎不吃假动作 站位也几乎没有破绽 而他的那双手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 将篮球抄走 正因如此 他的带队能力远远被世人低估 他在96-97赛季中途来到凤凰城 立足未稳 当赛季太阳40胜 但他站稳脚跟后 就在97-98赛季带队拿下56胜 除了缩水赛季外 他在太阳的另两个赛季也都超过了50胜 而当他远走纽泽西 太阳立刻回落到 36胜 而当他01-02赛季出智篮网 便在媒体前奉送了经典口误 我要将球队扭转360度 然而事实是 他当赛季的确让球队的胜场 在上季26胜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可能他唯一的弱点便是投射能力 或者说自主得分能力 他职业生涯单场得分最高仅为43分 季后赛单场最高分更是只有34分 他职业生涯的命中率为39.98% 甚至未满四成 03-04赛季的东区半决赛第七场 他更是八投零中一分未得 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季后赛第七场得分挂零的当即一阵球星 这是因为他出手慢 出手点不高 起跳也不快 所以自主持球得分的能力较差 他在生涯早期大多担任指挥官 偶尔自己攻时总是惨不忍睹 然而他在老年时一心一意当起了组织者 偶尔投几个空位便大大提升了个人效率 他在08-09赛季和09-10赛季 连续两个赛季三分命中率超过了四成 相比于只有27.2%三分命中率的新秀赛季 称得上恍如格式 到他退役时 他的1988季三分在NBA历史三分榜上名列第三 仅次于Ray Allen和Reggie Miller这两位伟大射手 这是一项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就 只是因为小球时代的来临 他的这项数据才逐渐被后背超越 与同时代组织后卫相比 他的传球技巧丝毫不逊于任何人 与Nash相比 他防守更优 只是持球单挑能力略有不足 与Paul相比 他足足多了11公分的身高 于是视野和出球速度更胜一筹 与同样不善自主得分的Rondo相比 他更是在防守 篮板 反击组织 阵地战组织和三分等方面全面压过 但数据根本无法百分百评价Kid的伟大 就比如夺冠赛季 其实他当赛季的场军助攻 是新秀赛季以来的新低 场军得分更是生涯新低 但独行侠主帅Carlyle不为所动 他向记者解释道 Kid是个天生的赢家 别盯着数据看 那玩意儿根本无法评价他 没错 Kid是个天生的赢家 不仅因为他辗转各地带队成绩有口皆碑 还因为人们可能不太了解一个事实 他在代表美国国家队出战的比赛中 46战全胜 历史第一 而排在第二的是Jordan的30战全胜 在1998到2008年这十年时间里 美国队出征的世界大赛 只要带上Kid全部躲金 相反的 只要没有Kid就一金难球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对于美国国家队的作用不亚于篮球之神 正因如此 除了大三元先生之外 Kid还被美国媒体送了个The Engine的绰号 以为球队发动机 这个绰号一经问世 就得到了众家媒体的广泛认可 Kid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如今的Kid已经直起了叫边 开始了执教生涯 并在篮网公路独行侠等队 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可圈可点 正是他 让字母哥改打组织后卫 练出了后者的组织能力和出球能力 也正是他 上赛季带领独行侠连胜两轮系列赛 让Donchich第一次摸到了西区决赛地板 人们更会时常记起 他在无暂停可叫时 灵机一动举起一杯水 压低声音提示到 Hit me 从而凭空赚到一次布置战术的机会 虽然他当年在达拉斯争风吃醋 虽然他一度被前妻家暴 但我们必须承认 在漫长人生中 唯一与他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的 只有篮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荒めて khas ,ひと不离不在어나 天转 向